歡迎收看手機遊戲FreeFile 我活下去我是尼亞斯 今天玩玩FreeFile的團隊突襲在 12月1號跟11月 欸?尼亞斯 是你嗎? 最近被認出來的速度有點快 尼亞斯 對耶尼亞斯 哇遇到實況主了 哇他沒有叫我起立存下來 是這樣子嗎?對啦 尼亞他有沒有在講什麼 尼亞斯是感冒膠囊是實況主 不是是感冒藥 對啊沒有錯啊 我真的有看到實況了 只差沒有抖內 嘿嘿嘿 抖內一下 好喔好喔沒有抖內沒關係 感覺是遇到鐵粉啊 欸這邊有一個空學了等一下 可以嗎可以嗎可以嗎 他不知道剩多少血 我想說應該可以把他打死 結果還子彈還不夠快傷害也不夠高 哇你也太殘忍了吧 哇丟一個手他把我炸死 哇再見了 好我們今天玩的是團隊突襲 在11月30號12月1號跟7號8號 排輔的部分會出團隊突襲喔 對大家可以來玩 我覺得在這個時間點錄製的喔 好然後我不知道這一檔是野配啊 不知道配到的隊友是 戰隊玩家高手玩家還是新手玩家 還是小朋友玩家 震態還是蘿莉還是玉姐 我不知道 隨機的 對那我們就繼續來 沒有做CC草包加藥已經你也要吃這個 欸是我最愛吃的 欸是我最愛吃的 真的啊 是嗎 我看一下 我比較好 我不知道是不是啊 我等一下去確認一下 截個圖 唉唷不錯 你截個圖然後去對不就知道了嗎 欸聰明聰明 對啊我截圖了 可以喔 如果你是有在看他的事嗎 有啊 有 拿鐵吧 但是跟拿鐵比較好啊 沒有我跟拿鐵完全一點都不好 我是他的超級純友 超級大 大大大壞朋友 欸我看到敵人了 都在底下 兩隻都下去了 欸還有第三隻 還有第三隻 哇 他幾乎全部都在樓下欸 哇 哇隊友倒了 我沒有我沒有凝膠可以救他 這不行 這沒有辦法救 這救了我會死 對不起啊隊友 有一個在樓上的樣子 我看一下 唉唷 唉唷 水 好然後剛剛那個觀眾說 他都有在看我實況 只差沒有抖內 好啦 其實我的頻道 大家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其實我一直都 不介意大家 躲不抖內這件事情 因為我就是開著 你想抖就抖 不想抖 你一樣有得看這樣子 就抖 我覺得抖內就是 算是一個支持啊 我看能不能把這個 隊友把它擠出去喔 因為我這邊最近有學到一個 BUG 前幾集啊 不是有一個小朋友嗎 他有一個那個凝膠 來不及了 算了 然後那個 再講到一半喔 就是 抖內這東西我覺得就是 算是一個支持啦 就是你如果願意多支持 多盡一份力的話 也可以這樣子做 那你如果 你不願意 可能 或者是你可能沒有經濟 能力的話 你也可以幫我看個廣告 不要略過廣告這樣子喔 那或者是 就是分享我的頻道 給其他的朋友 也是盡一份心盡一份力 就很多種不同的盡一份心盡一份力的方法 所以就是看 大家個人 樓上好像有一隻喔 看到 哎呀 沒抬到槍 欸 左邊還有一隻 唉唷 跳下去了跳下去了 嘿 空中射擊 倒一吧 把它收掉 剩最後兩隻 對對對 欸 所以這個觀眾感覺是鐵粉喔 只差沒有抖內 然後 呃 還有什麼我想一下喔 欸 怎麼有一個隊友打 等一下 我拉血 欸 看到前面了 漂亮啦 他也說漂亮 然後我沒有加戰隊喔 對 呃 我本人的帳號是沒有加戰隊的 對 如果你看到有戰隊 那應該就不是我了 沒有加戰隊的原因是因為 呃 我自己知道 我比較沒辦法配合 戰隊的改名阿 或是戰隊的積分阿 或是戰隊的什麼團練阿 真的很難配合 是因為 呃 我大部分開遊戲的時間 都是在拍影片喔 接影片喔 那我有自己想要拍的主題 這邊來把它擠出去看 哇 擠失敗 不好意思阿 起失敗 第一次擠 不太會 對 所以 我就是 我覺得 我個人自己 有自知之命 我覺得我很難配合戰隊阿 所以我就不再加戰隊阿 所以我就不再加戰隊 我是一個獨行玩家 就像刀劍神域的同仁 跌上去了 可惜我沒有同仁那樣的技術 哈哈哈哈 對 沒有啦 因為我覺得自己個人 個人 單人去玩比較輕鬆啦 我也不用去跟 其他人配合什麼東西阿 之類 因為我很難配合人家 我自己知道我自己平常 拍一片工作 真的是很難阿 就是平常其實 呃 我有那個 之前有跟三頂霸主 有一些戰隊裡面的成員 有加好友 可是他們要邀我一起 玩都有點困難 哈哈 我有時候也很不好意思 欸 他們要邀我一起玩 我有時候真的太忙 沒辦法 所以有時候覺得真的 也是蠻無奈的 對 因為三頂霸主的部分 是因為之前 在那個 去泰國 世界盃 剛好要幫他們拍一些 類似宣傳的影片 然後有剛好 因緣際會之下認識 我們凡事嘛 求個緣 有緣分就會認識了 有認識呢 就會 一起當朋友一起玩 這樣子 那沒有緣分呢 就是這個樣子 對 因為沒辦法 有時候就真的 你如果要一次 認識很多個戰隊喔 其實我覺得 嘖 那個人際關係的東西 我真的是還蠻 欸 怎麼有人到 真的還蠻不太會經營的啦 因為我個人是比較單純一點 我是專門就是 我大部分的時間 都是在經營我的頻道 然後 跟剪輯影片這樣 然後 其實我也沒有在交友圈啦 其實我看很多戰隊 會交很多朋友啊 然後大家一群人一起出去啊 辦什麼 呃 欸欸有兩個人 等一下 一群唱個歌啊 什麼之類的 可是其實 我覺得啦 我是必須跟大家講 在做YouTube的部分 其實 真的就像一個宅男一樣 呵呵 你要整天宅在家裡 一直專注在這個上面啊 更沒有什麼時間去 經營交友圈的部分 我可以大然的跟大家說 我交友圈的部分就是 有跟我一起合作拍片的這些人 其他就 就沒有 沒有認識了 對 而且之前 很有趣的是 會有觀眾在質疑說 為什麼我加好友都只加實況主 難道 呃 也有人會說 我也是實況主啊 我十訂閱啊 一百訂閱啊 一千訂閱 為什麼你不加我 為什麼你只加那些人 難道是因為那些人的訂閱比較高 比較有名 你只加比較有名的訂閱的人嗎 好 我必須說一個故事 在我開始經營頻道的時候 我那時候大概三四萬訂閱 拿鐵那時候訂閱比我低 只有一兩萬訂閱 照理來講 我只加 知名的實況主的話 拿鐵那時候訂閱比我低 為什麼我那時候就開始跟他合作拍片 這個就說不通了 再來豬血 那時候我記得 我跟拿鐵跟豬血 他還有老司機拍片的時候 他們的訂閱好像才幾千訂閱 然後我們那時候已經破萬訂閱了 為什麼我們還是跟他們拍片 其實就不是在看訂閱書 或有不有名 而是凡是 我個人啊 是畫個圓 雖然說這樣有點怪異 但是我覺得畫個圓 有緣分的當了朋友 欸 談得來 聊得來 再說這樣 聊得來再一起拍片這樣 所以其實 有不有名 我覺得其次 重點是要聊得來 因為我不喜歡 這邊 欸 實在 因為我不喜歡跟戀才的youtuber 太戀才的youtuber 一起合作拍片 對 這是我一個 一個底線 然後還有聊得來 價值觀差不多 我才會願意 就像 朋友在一起玩遊戲的感覺啦 對對對 順便跟大家講一下這個事情 好的 我們今天就是直接 這樣子吃雞啦 靠隊友殺一波 哈哈 哈哈 帶我吃雞一波 好啦 那我們這集影片就到這裡結束啦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留下個喜歡 讓我知道也看一下訂閱 叫旁邊小鈴鐺 可以喜歡之前這樣在每次上傳影片 或開始播的時候 YouTube系統就可能會通知你喔 沒有段時間的話 沒關係 記得每天晚上六點發片 價值的話是早上九點跟晚上六點 只三個時間點我都會發布影片 有興趣的話記得準時收看 也記得訂閱我的音樂頻道 斯巴拉西 會翻唱跟自己寫歌 好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 各位 掰掰 我們下部影片 也會照顧我們下部影片 enta點 五點 我 可以 我們下部影片 我們下部影片 我們下部影片